我們可以先秀出一下 今天大盤的一個走勢 最高有見到17041點 是持續創下波段的新高 可是有一個很大的可是 我們在最低點的時候 也有見到16800 800多點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其實上下的這個震幅 就超過了200點 等於是指數的走勢非常的劇烈 再加上雖然攻上萬七了 沒站穩就算了 最後是一個爆量收黑的局面 爆出了史上的最大量4630億 而且還不包括盤後的交易 就已經是創下史上的最大量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等於是收了一根黑K之外 還留了長長的一個上影線 爆大量收黑 這絕對不是一個好現象 所以我們趕快把時間交給坤仁 為什麼會說台股近期來講 是不是表現真的不如預期之外 恐怕也不太妙 好的 小畢五彎 各位線上雲保五彎 那我覺得小畢剛有講到一些 蠻重要的重點 就如剛剛早上的大盤 有創下了歷史的 最高點到1704億的這個歷史新高點 可是如果從收盤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了 就是等於是用爆量的方式 從高點到低點 殺了有200多 200多點這樣一個現象 那一度有到16802這個整數的價位 可是我以大方向來說的時候 其實我可以直接 我們直接切投影片 我直接這邊先做一個下標了 就是說 在短線上面 我們看到今天的大盤 用爆量的方式殺了200點 那我這邊直接給了一個結論 叫做是不利 短線 的這個行情 那因為如果就像目前看起來來說的話 大方向來說 因為我們之前一直跟 投資朋友提到說 只要是能夠有所謂的 創新高的這個行情的時候 那就是多頭的看法是沒有改變的 所以今天的盤中的話 能夠再創下歷史新高的水準 所以這也就表示說 從趨勢面來說 這個多頭是還沒有被破壞掉的 可是如果今天的一個長上引線 甚至是說我們看到下一頁投影片 就是在最近的這幾天 包含了上個星期五 包含了昨天和今天 這三天的行情 都有一度觸及到了1萬7000點的整數關卡 但是在這三天的行情裡面的話 成交量也都放大到了 4000億以上這樣的水準 所以如果就像目前短線上面 看起來的行情的話 確實是有一些漲多 然後有一些 就是類股輪動過於快速的 這樣一個現象 那不過其實我們看一下 就是說我這邊切了一個時間點 是在3月25號的那個時間點 那天其實是在16000點 那其實我們在短線上面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就已經大漲了1000點 這樣的行情 所以我就叫做短線上面 急漲1000點之後 那個去做適度的整理 因為我一直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說 如果真的有所謂的漲多之後 那適度的整理 適度的拉回 然後做一些調整 去做一些震盪的話 那都不是壞事 那我們後續可以觀察一下 就是說那拉回的過程中 到底是怎麼樣一個拉回的方式 那就如我們之前說過的 如果那個拉回 很簡單的拉回 就馬上再創高的話 那個就叫做是強中強 然後可是如果有像前一陣子 叫做是拉回到 所謂的月線 或者是重要的均線的支撐之後 然後再去做一個 守穩之後再做創高 那其實也是屬於震盪偏多的行情 所以就目前為止的話 我對於趨勢面或者是波段面的看法 是依然是偏多的看法 是沒有改變的 那只是在短線上面 真的是遇到了連續三天的這個大量 那就會有一些必須要去做 適度整理的這個現象發生 那如果我們再接著看 就是在櫃買指數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下一頁投影店 那其實櫃買指數的部分 我順便補充一下 今天的大盤的 上漲加速只有334加 那下跌的加速有高達了700多加 然後櫃買的部分也是一樣哦 因為我這邊也下了一個標題 叫做是說 因為其實我們 我在昨天連線的時候 就有提醒投資朋友說 是不是有一點點像是 前主流的資金 有去做移轉的這樣一個現象了 那如果從昨天的行情來說的時候 昨天行情是由 一些比較屬於低價的個股 比方像是面板 或者比方像是鋼鐵 甚至像是一些比較低價的 這種塑化的族群去做 去做一些 去做一些比較屬於 那個領軍上工的這樣的現象 可是如果就現在目前 短線上面來說的時候 卻有就今天也有都有漲多拉回 這樣的現象發生 所以如果以現在目前短線上面來說 那那個所謂的主流股 確實是有一點異味的 這樣的現象發生了 然後如果再看下一頁頭影片 就是其實我們的櫃買指數 也有比較屬於叫做是連續 八紅之後創下波段新高 的這樣一個短線 急漲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所以 既然是櫃買指數 和大盤加權指數 都有短線上面漲多 這樣一個現象的時候 就去市面來說 創高就是多頭 可是如果就短線上面來說的時候 那難免會有一些震盪 或者難免有一些主流股 去做異味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等一下 我會跟投資朋友說明一下 說那個最近的主流股 的一些調整的方向 那甚至像是操作面應該注意的事項 我也會再跟大家做說明 那我就直接接一下好了 不好意思 那我就直接講一下 我們做一個總結 那對於行情的看法 其實昨天有說過 所以我這邊也打了 那個也做一個叫做是複習的部分了 就是包含了行情看法 和包含了操作的提醒 我覺得還是一樣 就是所謂的技術面創高 就是多頭的這樣的現象 那可是呢 在最近的這關行情裡面 就是 類股輪動的速度 又更加的快速了 那從電子股 然後輪動到低價股 甚至下一個族群在哪裡 我們可能在持續再做觀察 那可是如果就一個整個大的 大的行情 大的方向來說的時候 如果真的後續盤勢要回穩 那我覺得很重要的關鍵點的話 叫做是半導體族群 那有可能是 比方說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說到的 或者是其實最近 我相信很多的分析師們 都有講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禮拜四的台積電的法說 那或許會是另外一個轉折的時間點 那另外的話 當然還是要提醒大家說 如果你有看到 最近有看到一些 所謂的下跌的這些 什麼原因跟理由的話 你可能要認清一下說 這些到底是不是真正的 真正的下跌的原因 那如果是以今天 在這個爆量的下跌的過程裡面的話 確實有一點點需要 稍微對短線上面的行情 對於去做一些 比較更關注一些現象 那可是如果就長期的操作面來說的時候 我們更要 去留意所謂的基本面 趨勢成長的個股跟族群 那等一下我會跟大家來說說明 那所以回到操作上面的提醒來說的時候 其實我最近一直不斷提醒大家 就是如果真的有所謂的 短線急漲的個股 那創高的個股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想要進場 你可能要考慮清楚說 你這次進場的時候 你預計要賺多少 可是換個方面來說的話 你也要用多少的停損 去換多少的獲利 所以每一次進場的時候 尤其在這個時間點 你去做追高的時候 你可能難免要先去考慮到 是不是有所謂的短線上面去做 追高追價的相關的風險了 那另外的話 當然一直強調的 就是如果有一些屬於那個 技術面偏弱勢的破底的族群的話 那主力跟法人不會拉結套 給你去做結套 原因是因為他們會去拉線型比較輕的 然後甚至像是買進趨勢成長股 然後現行整理完畢的 這種 這種個股剛開始起漲的這個時間點的話 如果以最近的資金行情來說的話 通常都會有 有個幾根 創高的這個過程 可是如果真的所謂的創高過後 的時間點來說的話 那追高就會稍微有點風險了 那另外的話就是提醒 因為現在目前已經到了第二季了 就是 四五六月的這個時間點 那如果我們等一下再看一下 營收創高的族群來說的話 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怎麼電子股好像都不見了 那反而是傳產股 那傳產股的話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 他們一個特色 就是說他們的獲利層穩健的 那甚至是他們有一些高值率的保護 所以這個時間點 的一些操作的提醒跟行情的看法 我覺得用這一頁來 去做一個歸納總結 分享給大家 對沒錯 大家在於近期買股票的話 買賣股票都要設所謂的停利 停損點以及做功課 還有就是要收看前線鏈金數了 因為我們跟我覺得我們跟市場上面很多的 分析有的時候 分析師都有一些特別的見解 會適度的提醒觀眾朋友們 在現在這個台股比較震盪的時間點 到底應該怎麼樣操作會比較好 小畢也來補充一下 剛剛三大法人的 也出爐了 合計的話呢 是賣超了41億 那麼外資投信 自營商全部都是站在了賣方 外資是賣超了17億 投信這次賣超的量也有點大 來到了15億之多 因此呢 真的如崑仁所說的 不論是大盤 不論是貴買中心也好 這個以前指數活蹦亂跳的中小型股 近期難免也有被到調節